而这室内空间的品质也跟以前不一样了 已经进行好一段整件工程的台北车站 最近经过的民众可能就会发现 像是地板变成黑白色的新地板 很时尚 而且还没盖好的厕所 还有设计师来设计 现在加上百货进驻 有上百间的美食店家 让车站打起了便当大战 牛亮亮的大鸡腿 还有四五样配菜 超丰富的便当 老牌饭店 首次进驻车站 饭店业者信心满满 预估一个月业绩180万 提升整体营业额6% 让原本车站招牌台铁便当 倍感压力 全新改造的台北车站 引引旅客需求便当选择大增 除了原本的台铁便当 超商 现在连饭店 港式连锁餐厅都有 价格从60到150 打起便当大战 另外百货商场提供的美食店家 涵盖B1 一楼二楼多达140家 更新就是都比较多吃的地方 然后变比较干净 之前感觉就是比较破旧 现在感觉比较现代感 原本的中岛票亭 我们经过评估以后 我们就把这一侧的票亭 移到西侧这一头 让这整个空间 我们就把它规划成一个多功能的展演厅 耗时两年 近额15亿元 台北车站大变身工程 旧的中岛票房 改成展演大厅 地板从小块 白色粉色的单雕图案 变成黑白相间的大块时尚瓷砖 厕所也不再是华昏暗 还在盖的新厕所 不但敞亮又有设计感 台北车站焕然一新 打造时尚形象 要跟国际接轨 昨天新闻 王宗翰 路易台北材帮报导